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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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整个意见的是 联系中的新党企业 中的老企业 我今次就 环球支通天凯 City Plus FM 2018年度 财政预算案论坎成功进行 政府应该做的是 把教育这方面搞好 把人的心理素质都提升上来 而且我们也不会跟科技的变迁脱节 我们的道路是最好 我们的通信是最好 我们的文化水平也是最高 我们有这些优厚的条件 我们应该好好地去利用 什么样去转型 最好是找合作主办 所以我时常劝阻年轻人 多活动 多参与商业活动 多参与协会 多参与认识多一点人 出国搭出去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 过去政府只有预算案 但是它没有针对对症下药 然后中小企业没有真正地去参与 我希望每一个中小企业 都能够去参与去了解 尽快地在这个整个制度 这个游戏规则一出来 赶快去了解 去申请 去参与这个列车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公司税呢 这个百分之十八呢 没有降 我们呢 在中华总商会呢 都有给这个政府 财政部讲 希望它来一个路线 我讲实际上来一个路线 每年你降一个发现吧 到2020年 我们看到18到15 这样吧 TD Plus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我不客气 禁 nom ach